在群泉尽勇的济南暴徒泉公园 对一汪宁静地泉的需求 是朴素而实际的 如天真浪漫的小孩 如冰清玉洁的林家女 又如 卧牛泉 希望暴徒泉 东林黄华泉 因古时常有牛羊引起水 卧其旁而得名 在过去的千百年里 卧牛泉打湿过牧牛的体验 也滋长了无数的诗歌与文人 谁家鹅鸦横波去 日暮牛羊引道边 这是宋代文豪苏哲眼中的田园牧歌 在万千争宠的群群当中 它不争 不抢 不闹 只悄悄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偷偷撕起一串又一串的猪泡 用蓝绿色的毛子 射人心魄 蓝天绿柳 亭台楼阁 盘石松竹 是否把您带到了昔日 日暮牛羊引泉边的木歌田园 但这卧牛偶尔也会发点小脾气 不信 您瞧 如少女的称怒 她猛然一使劲 泉水便溢出石壁 撒个满地 但又有谁会怪罪她呢 众人给了她别处从未有过的宽宏和礼遇 抚摸着她向外流淌的一圈细流 就连孩子也不惜奉上自己最宝贵的玩具 试图让她安静下来 西闻桃木有牛棉 今见其舟 一锦拳 明代有诗 淫握牛拳 正式记载了此拳 喷涌极盛 常年满意 清拳石上流的盛况 纵浪大话中 不喜亦不惧 这样一个小泉 并不追逐炽热浓烈 但却一直饱满 一直温柔 无论您是闯荡远方的开拓牛 还是勤勉耕耘的老黄牛 来握牛拳小气片刻吧 在这儿 打开与古人链接的渠道 与众生共享潜水 换来一抹田园木鸽般的宁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